你给我出来 成年年 出来 你看看这谁弄脑 给我出来 不许打我妹妹 出来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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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看看这还能吃吗 你看看 出来 不许打我妹妹 打我 打我 我就打她 她做她饭做了 我打她 不许打我 别打我妹妹 我打你了啊 女儿是二十个月了 我儿子的话是刚过了六周岁生日 刚生完妹妹的时候 她也有点那种抵触心理 后来慢慢的 慢慢就给她疏导 像家里有些事情 换纸尿裤呀 或者是给妹妹穿衣服 穿袜子呀 我们就会 刚开始就会疏导她去做 就是她帮助妹妹去做 然后慢慢的 慢慢的话 这个就会成为习惯 她就觉得妹妹需要她的照顾 就是有时候 她妹妹有那种 直接霸道的那种 霸道那种 有时候会 自己的东西吃完呀 会想不够的东西呀 有时候玩玩具呀 我现在就是尽量买东西 都是买两份 因为她老强之后 也不能让哥哥老委屈 是不是 有时候也担心了 有时候也跟她出道说了 就是你有时候 妈妈该生命了 但是你护士护 但是你也要 就是教哥哥怎么教育 你把她都捡好啊 妹妹和哥哥一起捡 不能再用了 听见了没 我们不完美的梦 我们心领不离 不完美的梦 你陪着我笑 不完美的勇气 你说更勇敢 不完美的泪 你笑着擦干 不完美的歌 你都会唱 我不完美心事 你绽放在心上 这不完美的梦 你总当作宝贝 你给我的爱 也许不完美 看着最美 啊 你给我的爱 你给我的爱 也许不完美 但这最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